在12月17號的時候 在法國舉行了一場拍賣會 這一場拍賣會的話 所拍出的一個文物 是中國大陸非常有名的 圓明園十二獸手裡面的龍手 那麼過去一直在講 這個龍手是消失不見 甚至一度傳言 這個龍手是在台灣的收藏家手裡 但是沒有想到居然在昨天的 這個17號的拍賣會裡面 龍手再度的現身 但是這一次龍手現身的話 居然沒有引起 大陸的一個關注 後來的情況是在今天才見報的 到底怎麼回事 來 高超告訴我們大家 每一次圓明園的十二獸手 一旦出現的時候 都引起全大陸裡面的人 所有人的一個討論 那麼上一次的出現的話 是在2008年已經睽違了十年 再度出現了圓明園的獸手 對 我們想說英法聯軍之後 後來中國很多文物流失在海外 那流失的最重要是十二獸手 十二獸手大家認為說 尤其是這一次在12月17號 這個拍賣的是龍 龍是中國的象徵 龍是代表幾千年的所謂的歷史的見證 後來拍出來2018年12年17號 竟然拍出價格是240萬歐元 8392萬台幣 慶雪你覺得這是一個恥辱 當然是個恥辱 怎麼可能只有8000多萬台幣 到底這個龍是真來假的 出現一個買家叫華人買家 姓名不祥 是 那大家就騎到這個龍 好 就開始引起 整個中國大陸裡面的渲染 到底這個圓明園的十二獸手 龍 龍手 這個獸手 到底是真來假的 好 圓明園出現一個 叫做圓明園學術鑑定鼓舞的 一個委員會裡面 他第一個評論 這一次拍賣的尺寸大小很像 這個很像 可是這個鑑定團講出來之後 但是上海的博物館不這樣認為 上海的博物館說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因為龍手基本上怎麼會出現 基本上現在龍手是什麼 流失海外 不知道 好 另外還有幾個鑑定團 就中國文物的一個鑑定團 認為說龍手沒什麼了不起 龍手就是指一個噴水池而已 它是一個噴水龍頭 它是一個歷史的罪證 見證歷史 它不叫國寶 不叫國寶 但是大家還是拍出去 華人買家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次拍出去的東西叫龍手 但我們現在整理一下 十二生肖裡面 目前大概龍 蛇 雞 羊 這幾個現在還流落不明 所以代表這個龍 現在還不明 怎麼會有這個拍賣出現 原來這個部分 這個龍的部分 基本上原來是從哪裡來的 大家覺得說叫做一個 馬薩的另外一個法國人 他以前是在中國在裡面做大使 所以他擁有這個東西 所以說他的這個來源 是來自法國的某一個 所以你說他是法國的一個大使 一個官員 那代表說他的東西是有可考的 有可考 因為他是以前住 法國 住中國的一個參戰 就是類似大使節之類的 所以等於是說 他們的家族裡面傳下來的 那很有可能是當初是從 這個中國大陸那邊 把他拿回去了 拿到法國去了 可是慶雪 你現在是2018年 2月11日 今天這幾天派出來 對 有人講說1988年 這個龍手出現在台灣 是 有一個鑑定家 我們之前都有一個鑑定家 台灣的一個鑑定家講說 1988年這個龍手 曾經對什麼 被一個台灣中部人買走 買多少錢 800萬 900萬台幣 所以龍手是出現在什麼 台灣中部 是 整個會出現在這裡 是 事事而非 可是我得到一個訊息 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在台北信義計畫區 唯一蓋了一棟古董的 就是一個別墅的城堡 這裡面放很多古董 據說它那裡面也有個龍手 也有一個龍手 所以龍手到處都有 所以台北信義計畫區 有傳出一個 中部有傳出一個 現在正在拍賣裡面 竟然8000多萬的台幣 現在不止 我覺得這個 好 那我們想說 這個龍手 好 我們現在龍手 應該是第一名 它的拍賣價格應該第一名 錯了 真正拍出去的是什麼 鼠跟兔 鼠跟兔 基本上我們來看一下 鼠跟兔 那個時候在2009年要拍出來 好 那是在法國加斯德拍賣場 12生肖裡面的鼠跟兔 我們叫鼠跟兔 鼠住 大叔那個時候出現的時候 拍賣價格是 3149萬歐元 慶雪 這個在2009年 這個就拍出3000多萬歐元 怎麼現在只有240萬歐元 那兩個記憶不同 而且是龍手 這是鼠魚 鼠跟兔 鼠兔難道輸龍手嗎 價格怎麼看 應該龍會是最貴的 所以這個到底是正在講的 我們不知道 好 我們來看這樣過去的歷史 來回憶過去的歷史 在2009年拍賣之前的2008年 這個是一個皮諾家 之前是一個法國 也是來自法國他們的拍賣場 在法國的這個加斯德拍賣 那那個時候 大陸就發現說2009的時候 民族主義非常的強盛 他說你們不能拍 那個所謂的鼠跟兔 所以大陸曾經成立一個跨國 叫做原名為海外流失文物的什麼 一個律師團 主稱80個律師團 禁止法國加斯德拍賣 他要求這是我們中國的劉思 原名為劉思的國保 所以你們不能拍賣 要停拍 結果法國加斯德管他的 你大陸形成一個律師團 律師團後來敗訴 所以照拍 照拍完畢之後 好 價格就出來了 價格出來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出現一個愛國的商人 那愛國商人就好 我要去標 來自一個叫做蔡明超 他就是標 他出價 3千多萬的 3149萬歐元 但是他拍出來之後 棄權 棄權 我不要 法國加斯德 他把他棄標 他把他棄標 這兩個加起來是3149萬歐元 他說我不要了 因為他是愛國商人 為什麼 他技術性的流標 棄權 代表這個東西 不能夠對外拍出去 我得標了 但是我拒付款 你怎麼辦 你就不能拍出去 就停拍了 就暫停了 好 從2009年到2013年才有什麼 由皮諾家族另外以什麼 3億7500 7350萬歐元買得 拍到總共1310億台幣 清雪 我們來比較一下 這樣的拍出去的 跟現在龍手攀輸的價格差幾倍 差了 沒有辦法算 沒有辦法算 可能差大概20倍以上 所以最後2013年的時候 由皮諾家族宣布 無條件捐給中國 所以這個才落幕 所以我現在回到一個 歷史的觀看 這個龍手我們不經懷疑 他到底是真的假的 現在打一個問號 那我請教一下這個社長 社長為什麼圓明圓的這12壽手 會引起4人所有人的一個關注 那麼這12壽手的話 就像高超所說的 當時其實在圓明圓裡面 甚至有人講說 他就只是一個水龍頭 就是會噴水的一個水龍頭 為什麼現在的話 包含了那個兔跟鼠的話 都要用到多少 1000多億 1000多億把它買回來 沒有 其實我們講 圓明圓在中國 他既有的歷史意義太過強大 我2010 像8年前 2010去大陸有參加一個 叫圓明圓學術研討會 為什麼 剛好圓明圓被火燒150年 然後後來我到圓明圓去騎腳踏車 進圓明圓 其實現在都是像這樣的廢墟 斷源殘壁這樣子 還是很多人去看 所以他對中國 有很特殊的一個民主情感 而且他歷經清朝康熙皇帝 那個雍正乾隆 包括後來乾隆皇帝都還有加蓋 所以他對於中國來講 他是一個具有文化價值的一個地方 文物價值跟文化價值的一個地方 那這個裡面的東西文物當然 他其實文物流失的 不只是這十二件獸手 當時1860英化聯金打進圓明圓的時候 其實流失的被拿走將近150萬件的文物 文物都很珍貴 尤其他如果有歷史背景 再加上來的時候 他又貴了很多 那我們特別講十二射手 十二射手現在 剛才高超有特別提到 他現在其實有幾個下落不明的 這個羊 蛇 雞 狗 那龍這兩天出現了 龍這兩天出現 那龍到底是不是不知道 因為現在很多的藝術家 文物學家在看這個龍的時候 他的材質是很像的 跟其他的射手比起來 材質像 尺寸也像 但是他風格不像 因為你如果仔細看 其他這些射手的圖像 你看這個牛 他的線條都很簡潔 很簡潔有力 但是龍就很繁複 不曉是不是龍的造型 本來就繁複 但這個十二射手裡面 龍就特別繁複 包括這個龍的脖子 龍頸像這邊 你看這個龍鱗 龍鱗都刻出來了 他太細 弄得太細 所以有人講說這個龍 到底是不是真的 還不知道 還存疑 但無論如何 材質跟他的年代 就很接近 如果是的話 那就四個還下落不平 十二射手 其實在這個老虎跟猴跟牛 三個已經是在 現在你去北京 保利藝術博物館 看得到在那邊 是保利集團 當時在2000年的時候 在拍賣場拍賣下來 送到北京的保利藝術博物館去 是 對 另外有兩個 兩個比較特殊的是馬跟豬 馬跟豬是當時 香港何鴻燊賭王 把他買下來 買下來以後送到大陸去 送到大陸去 何鴻燊當時你看 2007買這匹馬的時候很貴 6900萬 超7000萬的港幣 也是以異計算 有人特別中國喜歡 十二射手 我聽說最重是兩個 一個是龍 龍代表跟財高超有講 皇帝的象徵 皇權象徵 馬為什麼特別重要 為什麼你看馬跟豬 拍賣就不太一樣 豬你看才600多萬港幣 馬是6000多萬 10倍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馬 所以人家講藝術 它不只是藝術本身的價值 文物不只是看藝術 看貨幣的文化背景 歷史背景 因為馬代表乾隆 代表乾隆屬馬 有人說他屬兔 其實他應該屬馬 所以過去我們在看 這個圓民園十二壽首裡面 他如果說要藝術物這個價值 或者是古董的一個價值 他可能沒有那麼高 但是他加進去了 民族主義的一個價值的話 那就無可限量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實很多很多的商人 到世界各國的話 他要標的時候就把它標下來 或者是說 他不標 他直接告訴你說 這是你從這個中國大陸 這個掠奪過來的一個文物 那你必須要把它歸還給中國 你不能再進行二次的一個掠奪 那很多的商人的話 為了要跟中國大陸做生意 所以我就悄悄的把它買回來 買回來以後 我也不會說我把它這個 再把它賣掉 那我就把它轉送給 中國大陸的政府 這樣子我就可以拿到更多更多的 前途無量 不管風順 大陸市場你就有的打開 就很快就打開了 所以你知道射手他本身代表的 他不只是現在的意義 他有他的前世跟今生的一個牽連 那都是民族感情 就是民族感情 你其實可以看到 這個射手其實很有意思 其實嚴明眼 嚴明眼在中國 他本身是一個象徵意義 很強的一個地方 嚴明眼你知道 當時康熙48年蓋的時候 後來他送給雍正 雍正 雍正加蓋 嚴明眼多大你知道 我說我騎腳踏車 就騎了三個多小時 這麼小 腳踏車 對 他大概有我們現在18座 大安森林公園的一個大小 那他裡面存有很多的 歷史文化的一個價值 當時康熙送給雍正的時候 有人甚至講說 嚴明眼還隱藏了一個 乾隆得位的一個歷史 就在這個嚴明眼裡面 怎麼說呢 對 你知道康熙有35個兒子 50幾個孫子 50幾個男的 所以你說要傳到乾隆 要傳到英正 35個要傳到雍正 雍正老是 憑什麼 有一種講法是 當時就是在嚴明眼 雍正知道康熙 康熙皇帝喜歡牡丹花 結果雍正的心機比較重 他其實在嚴明眼裡面 有一個台叫牡丹台 就是雍正弄下來 雍正當時希望康熙 可以到牡丹台來逛逛 看看牡丹 要討好康熙 所以他蓋了一個牡丹台 種很多牡丹 後來蓋好以後 他就請康熙來 結果康熙61年3月春天的時候 他去到那邊看牡丹 乾隆故意 乾隆當時45歲 故意把乾隆 雍正45歲 把乾隆12歲的小孩 所以牽著到牡丹台去 讓他爺爺看 康熙看到乾隆 結果這個還是很凝利 又在白髮中 看起來很殷勤 結果康熙就說好 乾隆就待在我身邊 其實3月待到11月 康熙11月13號就走了 就過世了 其實幾個月 但就是因為那幾個月 更在康熙的身邊 康熙覺得乾隆的資質非常好 所以等於是有隔代指定 他要指定乾隆接班 那當然他老爸雍正就要接班 這個都是在嚴密人發生的事情 聽說隆裡面 還藏有一個磁吸的一個 看國運的一個密碼是不是 對 其實你看這個海驗堂 他這邊時候授手在這邊 隆當然也在這裡面 其實他有一種很特別的講話 事實上中國人講風水 任何一種建築 他一定要暗藏風水原理 跟五行八卦的一個原理 當時其實有一個叫洋產洋真人 在蓋這個海驗堂的時候 為什麼你可以看 海驗堂為什麼要做 這麼一個大的噴水池 風生水起的一種概念 龍你一定要再有水 你才是一條活龍 沒有水就變成死龍 乾龍 乾龍就沒用 所以他這邊蓋的一個方式 他有參考到一個所謂 風水的血的問題 而且你知道剛好他們講說 其實顏明眼的西北邊 這邊是昆仑山 昆仑山如果是中國的一個 主龍 主脈 龍脈 龍脈走向一直走 走到這邊的時候 他剛好需要一個停頓的一個地點 地點你就要有水 讓龍停歇 讓龍喝水 所以他這邊故意蓋一個 所謂大水法 水法其實就是噴泉的意思 弄了一個大噴泉在這邊 所以楊產真人講說 這個地方其實代表 中國以前清朝的一個國運 你這個維持得好 清朝的國運會繼續興盛 維持不好 所以你看1860櫻花聯金打進來以後 破壞了這個地方 清朝就一路衰敗 先鋒以後 你看同志光系 一代不如一代 溥仪再見 所以他有一個風水的一個講法 第二個這個還有一個講法 是很特別 在同志十二年的時候 同志十二年是當時櫻花聯金打完以後 剛好就過了十二年是同志 同志十二年 當時1860櫻花聯金打進來 火燒圓明年之後 之前 之前磁熙跟咸豐不是跑到那個樂河去躲起來 小龍皇帝跟磁熙討的時候 有一個歷史可以證明是 當時紫禁城裡面的很多珠寶 櫻花聯金進去找的時候 紫禁城裡面珠寶不見了 珍寶全部都不見了 為什麼 他們有人講說磁熙當時把它藏起來了 藏起來就畫了一張藏寶圖 藏寶圖最價值 藏寶圖如果找到珍寶就全部出來 藏寶圖藏在哪裡 藏在這個噴潛底下 就十二社所噴潛底下 埋在這個地下 上面是水 下面是土蓋著 那張藏寶圖 藏寶圖有一個姓謝 姓謝的人知道 當時他負責監工去買 結果買好以後 磁熙下殺手 把所有工人跟姓謝的這個傢伙 全部殺掉 滅口 滅口 所以這個藏寶圖在這裡面 就沒有人知道 等到八國 不是八國聯軍 那個櫻化聯軍結束之後 磁熙回來再偷偷派人 把這個東西拿起來 所以有人講說這個噴水池 這個地方 其實也是很可怕的一個地方 他代表中國歷史 不只是櫻化聯軍打進來 殺人無事 殺了很多人在這個地方 包括當時 咸豐當時跟櫻化聯軍談判的時候 殺了八下里他們三十九個人 也在這個地方 所以後來報復 櫻化聯軍殺進來以後 總共太監工裡 當時還沒跑掉 有三百多人 全部殺不殺在這個地方 所以有人講說 這個地方如果慢慢慢慢 把它恢復起來的話 那也許中國的國運會不一樣 讓十二射手記守是一回事 年明年如果能夠再恢復 像以前的一個風光 中國的國運 他就是一個高點 但是這次就算是一位 一個風光 無事 好 請了 進來 進來 進去 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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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去 進來 進來 感谢观看